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 大家好 今天是12月1号了 我是明镜火拍的主持人陈小平 今天我跟大家又见面了 最近的话题跟北京政治有关系 就是修宪 我已经请了两位先生了 一左一右 差不多 昨天这个先生是为修宪习近平集权 唱唱歌的 拍砖头的不少 很多人也拍到我 说我怎么会请到中宣部的专家 来上面做节目 今天我请一位自由派的宪政学家 澳洲的冯存毅教授 请他来给我们讲 他的观点如何呢 你们耐心就知道了 先把我们的导播先把冯教授请进来 冯教授好啊 陈兄好 心灵好了 拜个晚年 今天是小年了 冯教授是习尼科技大学的教授 他是研究中国政治宪政转型 那么修宪呢 必定在冯教授的四眼范围内 所以说我把他请出山来 请他来跟我们谈谈 冯教授欣然答应要来点评 你准备怎么点啊 刚才我们聊天 你准备先从我的湖南老乡 和平先生开始 是因为我以前发过正式的邀请 我说我领导还输出机票 请这个湖南青年来 我这边喝杯小酒 解解毒 但是我刚刚看了一下他的一个视频 我发现他这个慢性昏头病 还没有治好 我有罪 我一定要找机会 至好他这个慢性昏头病 特别是他一评论到习的时候 他就发昏 就是他别的时候 那个逻辑很清楚的 这个信息量很大 可是一谈到习 那个逻辑就不见了 这个事实他也发现很多 这个选择性的市民 很多东西视而不见 我只能说他犯昏了 你说他视而不见 那是哪些东西视而不见呢 比如说习这些年来已经执政五年了 他做的反腐 完全是就像郭文贵所讲的 是移黑治国 一贪反贪 就是完全破坏法治的一个手段 他是通过中纪委撇开那个法律程序 这个打压律师 但是和平中撼到的他说这个反腐就是走向法治 这个清理这个励志 然后就会走向法治 就会走向民主 他看到的这个事实完全不相符 所以这个他是一个我不合理解 就是他这么聪明的人 为什么这时候就发婚 是什么理由 所以我想我只能我的小九和一致 他是哪根廣东人是哪个县失县 他这个对这次修宪 他也有一些视频 这个你什么看法呢 我就刚刚看的 就是刚刚早上起来还有点时间 因为我翻了一下 他就是说这个他的大方向 这个大的信念是自由主义的 那要中国要走向民主新政 但是他对习的评价 他到今天为止 他还对习充满幻想 当然有人 这个也有人骂他是这个诗人说梦 我不走那么远 但是我讲的是 如果说我们以这个事实为根据 以这个逻辑为准成的话 他对习的评价 他是既不符合事实 也不符合逻辑 就是习干的所有事 都是违反法治 违反信政 违反民主的 他几乎没干过一件 对这个民主法治有利的事情 你怎么去 根据什么逻辑去推断他 还有可能去 挤动这个中国民主转型 这么一个机制 因为他所做的事情就是 1950来一直就是开历史倒车 就是按我的框架 就是想 就是先方百计的 想把中国从后计算社会 拉回到计算社会里头去 他激发了很多这个 计算社会的那种镇压机制 那控制机制 对这个整个这个民主力量 自由力量 公民社会 这个法治力量 特别是律师群体 这个打压 就是在在世界的媒体 世界人的评论里头 就是六世以来最盈利的打压 而这些事实 这个这个那个湖南新年是 真的是不见 他这个何先生我记得 他指出了一个事实 就是说 为了避免赵紫阳胡耀邦的结局 他习近平先要保命 那么所有这些举动啊 先别谈高大上 什么民族自由啊 宪政啊 那习近平首先要保命 那么现在呢 这个他连命都保不了 他什么都做不了 那他们这种原始的解读啊 原始的政治的求生 本能的这个解读他 那么如果他还在这个层面的话呢 那我想就是说 他习近平去搞民族自由和宪政 就有点这个太高了 大概有这个意思在里头 我想他这个事实判断是一个误判 习现在他如果说有人想要他的命的话 是他制造的政治对手 这些政治对手里头有各种各样的人 各种各样的人 但是不是他所 就是我想是这个何兄所判断的 原来那种想为了谋反 为了搞政变 或者是原来所讲的这个更高的 就是讲原来的这个江或者是江派 要他的命 不允许他往行走 不存在这样的一个状况 习现在已经大船在握 他特别是掌握这个香杆子刀把子 他跟这个习王临手反复 他打击最厉害的就是这些军头 这个军队特别是我们讲的就是我们知道这个 从1976年那场政变之后 我们知道真正的军船就是禁卫军的船里 就是掌控这个办公厅和这个中央的这个警卫部队 就是他的原来的四三八一部队 这个是完全掌控在习近平立战书和他的手下手中 也就是这样的话 他可以把那些军头一个一个都抓起来 一个一个都干下去 就是他不存在这种原来这个顽固势力 阻挡他往民主转型这个方向走的 这么一种势力在那个地方要要他的命 而他所做的是打击那些温和的 就是党内身边温和的人和社会上追求民主信政的人和这个机构 特别过民社会互联网 那最近习近平的这个助手也是心腹之一 就是这个丁薛祥在一个中共的刊物上就谈到了四个字 就是篡党夺权 这些类似的话呢 原来习近平也讲过他是讲党的阴谋架 但是丁薛祥把这个篡党夺权啊 这么个扯出来的话 用您的话说这是故意制造敌人的布局 还是真的就没有敌人了? 他当然有敌人 因为他其实做的是一个独裁者 独裁者他本身就有性质的敌人 但是更多的是潜在的 他就是假想出来的敌人 你想想几个例子 比如说毛泽东时期 毛这一辈子打掉了多少篡党夺权的人 那些人真的想篡党夺权吗?想谋他的命吗? 这个从这个高岗 从这个彭德怀到这个刘少奇到林彪 对不起 这个限度有问题 我们那个导播再联想 把他们当成这个 然后他把他都把他全部当成算了 最后面的内战就是文化的飘动 行动都行动 就是在这个所有的专制统治者 我说这个独裁 他的非常的这个戏法 这个剧本脚本都是这样的 就是他很深想巩固权力 他就把所有不同意 一直同他的人 都把他当个要算党折旋的政敌 用各种各样的这个方式 就是他们这个洗掉 前置搞这些斗争 要防止资本贼乎 要防修 习 他是用另外的手段 就是说反腐 当这些人所有人都服 我一直在讲 三回我做节目之后 就是习本身是最大的贪腐分子 因为这个对这个腐败的定义 是遗传谋师 这个师可以是金钱 可以是女人 但是更厉害的就是传力 其实要巩固这种不受性质的 这种专制传力 就是把这个 他所掌控的传力来滥用 滥用的传力来去整人 这个去整人 就整两批的 一个是他党内的 这些他的同僚 一个是这个社会上的 追求民主自由的人 所以他的这种腐败 就相比起来 就那些官员们去贪财贪赦 弄几个钱弄几个情人 相比起来是九牛之一毛 就是这个你如果要比这个罪的话 因为我们中国从果道金反腐皇上 一直在反腐 但是自果道金一直的老把戏 就是卸钩的 卸钩者猪 卸裹者猴 就是你把这些贪腐的官吏给整下去了 可是这个卸国大贼 就是这个专制帝王 他们就是这个 把这个江山 罢为己有 你记得这个起几天之前 在跟民众就是春节时候 慰问心中之后 不经意的讲是一个 讲出他的 他的不忘苏心 他的使命 就是要保住党的家业 他是把这个国家 我们的民族 十几亿人当成党的家业 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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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王心态 一个一个独裁者的心态 我记得您啊 在分析中国政治的时候的一个著名的观点 刚才您也提到就是说 现在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 他要把中国从一个后极权社会 拉到一个极权社会 那么按照您的这个判断 那么这一次修宪 那就是一个必然了 可不可以 对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 就是刚才我讲的 因为我们这个 我们中国 以这要 不知道有没有时间 就是这个40年来 我们讲改革开放 所以这个 中国这个 80年代 就上个世纪的80年代 是中国从极权社会 就是在毛的 吴文革的这个顶峰 毛死亡之后呢 从极权社会 会转变到后极权社会 我上回也提过了 就是从80年代开始 就是中国朝野上下 就是代表这个进步的量 是追求这个 山谷大潮流 一个就是市场化 传球化和民主化 那么市场化 当然是有两个方面 就是一个是 一个是这个存量的改革 就是把这个人民公社化 人民公社取消了 把以这个家庭生包制 来取代了人民公社 然后有这个 把这个国有企业 也搞生包制 也搞股份化 也搞公司化 就是这个存量的改革 然后在这个 更大 更有意义的是增量改革 就是有国体户 有乡镇企业 有三支企业 就是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的这个因素 引发出来了 这是一个市场化的 这个80年代 把它这个缺口打开了 然后这个这个 这个传球化 当时我们都知道 当时的吼号 就是要跟全世界 经济一体化 按照赵紫阳的话讲 是参加参修 经济大循环 就是加入那个 那个世界的市场体系里头 而且这个参修化 当然它在政治方面 没有太大进步 但是在法律方面 就是在你的专业领域里头 也有很大作为 就是当时的这个这个 按照国际惯例办事 去新加入了很多国际的 这个人权条约 做了很大的这个 迈出很大动作 但民主化这一摊里头 在80年代刚刚起步 但是这个生活也很多 比如说在胡耀邦的指导下 他做了这个思想解放 就是那个真理讨论 就是把这个文革 实际那种极左思杀给压下去了 然后也不乱反正 就是这个 除了反正就是把原来 这个冤家传案给改正过来 在很大程度上 实现了这个政治和解 就是原来第一副反坏右 还有这些静免这些集体敌人翻过身来了 所以这个是后来胡耀邦 属于讲的这个自由化倒台 但是你讲就是党的领导方式本身 也有很大的变化 包括干部制度 特别是他手下输了一个 我们知道有一个参宽部长 就是这个参传部长 中参部长朱后哲 就是这个欢容 这个欢松欢厚 就是他放松这个管制 因为这个集船到后集船 最核心的内容 就是这个党国放松对社会的管制控制 这个东西就是也有很大进步 但是这些东西到了89以后 都被否定都被边缘化 就是停止了 所以有些人所谓讲这个改革一时 但是这个改革如果从政治上面 所以我讲这个任期制 领导干部的任期制 是仅存的成果 因为这个成果是邓小平也支持的 所以他还落到实势 这个就当时的概念就是邓小平在1908年 发一个很重要文章 就是这个中共领导干部体制的改革 那个文章里头它当时 总结文革中那种大灾难 就是有输了毛这样的一个魔头 一个最高领袖 一个个人崇拜 不仅是社会的一般民众 就是位高传重的邓小平 刘少熙所有这些高官们 都不得安宁 而且都受到各种各样的迫害 所以他们就是要限制这个最高船率 防止新的领导人走向那种那种 定义一尊至高无上 可以掌握身边战友们 这个生杀以夺之权的那种专制船率 所以他们想到的一个东西就是要 丁索平谈到很多这个制度好了 坏人可以变好人 制度不好 好人也可以变成坏人 所以他能做的某些制度 就是他要对这个干部 要找出一些机制来信制他 他想他能够做到的当时就是要做退休制度 他先搞中纪委 后来当然有很多波折 最后还是把那个退休制度上来 这个退休制度他就是跟这个任期制连在一块的 就是党的主要领导干部只能任两届 但一届是五年 所以最高就是十年 而且这个是写进宪法了 82年写进宪法 这个后来党内也发了好多文件 我记得我昨天给你发了邮件 不知道你没有看到 对对对 你提到了这个中共中央办公厅印的三个文件 对对对 这个是2006年就是把这个政治文件发出来 就是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的暂行规定 因为这个全世界几次滔滔 包括河兄这个湖南新林都在讲 说这个国家主席是有信息的 党总书记没有任期 这个又是一个误读 就是这个包括全世界的那么多的中国问题专家 都不读中央文件 就是这个文件是公布在网上公布 我们导播有这个图片掉下了 对对可以放出来 展正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展新规定 对对因为这个文件 习近平上来之后 这个2014年还再发了一次 就是在那个人才网上 就是用一个一个比较短短的把它发来 就是党政领导干部退休年 2014最新规定 所以现在那个人才网这个已经被 被咔嚓掉了 被关掉了 关闭了 但是你如果去查的话 在别的网上 某些别的网还可以找得到 就这个规定就是说这个一届五年 在一个位置上不能超过两届 而这个东西不仅仅是说文字规定 而且是它实时的落实回来的 只是我们讲从华国锋开始 就是从八成代开始 华国锋没有认购两年 它是被认购两届 他就被意外的被就是意外事故 被罢免了 胡耀邦也是因为用反自由化 这个这个就指控他自由化 然后也被提前罢免了 赵紫阳是89也没有高 他当过两届也被罢免了 这个这个江泽民他是占了便宜 因为他是临时罢免了他 然后89年上台 后边就是他在主控的 也是十四大十五大 真正在他主政底下 他也是当两届 再加上这个原来赚的那三年 所以他是当了十三年 就是最完美的当然就是胡锦涛 就是不从里带水 完全就是两届 你看那个总理省委书记省长 包括军区的司令就是党政军都是这样干的 就是他是有规定也有实践的 就是这个已经制度化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说他是一个如果从政治改革上讲 他是简存的一个成果 然后现在习近平为了他的专制帝王之梦 他的中国梦 之后把这个简存成果也涉及的推倒 就这个是一个一个 所以我讲他是服辟终身制 这个是罪我滔天 应该这么说 这个从现在从你总监来看 就是关于这个任期的一个限制 就是1982年的宪法对国家主席总理委员长 这个最高法院院长 最高检察院检察长这一级的呢 都有两年限制的明确的规定 但是呢 因为党的总书记不属于国家机构的序列 因此他的这个现任制呢 应该在党章里头去找 但是呢 党章里头确确实实没有总书记 只认两届的规定 但是你刚才提到就是这个啊 党政领导干部啊 职务任期展行规定呢 他规定这个2006年发的 2014年还得到了一个从数 就是他的任期啊 刚才我们上门达到了 他的核心的这个规定的核心的内容呢 他是一届只认五年啊 最长认两期啊 那么即使你转到别的岗位上去啊 你也只能干五年 因此最长是15年 那么是这样一个一个内容 大家看在上面啊 一个第三条 一个是第五条 一个是第六条 一个是第七条 啊这些东西 所以冯教授刚才 强调就是说啊 邓小平改革以来 或者叫做这个 从毛时代的极权社会 向后极权社会发展啊 这里面的一个啊 中共改革的一个成果 就是在各个级的层面 确立了中共领导干部的任期制 那么呢啊 这一次修宪 等于把这个任期制度 完全的复 完全的颠覆了 用冯教授的话说就是啊 复辟 这么一个现状 那么呢 我想问冯教授就是说 如果从这个啊 国家主席这个任期 两年期的限制这个规定来看呢 啊 从技术的角度看 它是应该保留 还是不应该保留 因为我曾经听到过这样一种批评 什么批评呢 就现在这个制度啊 它前 因为这个领导人的制度啊 它不 它有问题 就是说 在王储阶段呢 你不敢去啊 积累自己的人脉 是吧 那么你小心翼翼的 那么前五年你上台呢 啊 你的好不容易建立自己的人脉了 对不对 等你过了五年 你准备自己干的时候呢 啊 你马上发生马上自己要下台了 所以前面是准备人脉 后面要马上准备下台 因此呢 这个政治啊 这个限期制啊 在某个意义上 就是这个十年两届制度 相当的意义上 带来了政治不稳定 和不可确定性 因此呢 有人建议就是 就是应该废掉这个十年任期制 啊 应该让至少应该更长 我是王储阶段相反的意见 当然这里涉及到一个对这个 就是党国专制制度底下 就是个人专制和这个寡头专制之间的这个利弊 这是一个层面 就是说就是在党国专制 他这个如果是寡头专制 他互相信制 他反而会互相自衡 互相自走 影响效率 对 还不如这个个人独裁 个人专制来的效率更好 这是何平先生的著名的一个观点 这是一个在这个荒架里头 在党国专制荒架里头的评价 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政治评价 就是这个个人专制和这个集体领导之间 哪一种体制更有利于社会发展 更有利于行政转型 因为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 就是这个习这五年所做的个人专制 它的真正效率所体现出来的 是对社会 对民主自由力量的摧残和打压 这是它的真正效率 它所制定的这个三中专会 就是18届三中专会 那些那些体现经济理性 体现这个法治思想的那些集体的智慧 一条都没有落实 一条都没有做 因为这个跟它的党专制上 个人专为至上 相互矛盾不能共存 不相容 所以它这个政治评价里头 它是完全是负面的一种结果 所以这个评价是要放在这么一个 两个十度去看 而且我刚才讲过要以事实为根基 以这个逻辑为准成 你不能这个这个 离开这个事实 来去这个做梦 跟着它做梦 那不行的 如果你真正讲这个习上尉 如果有时间你讲讲历史 就是其实2012年期 当时上台的时候 它是中国整个社会 是面临一个维稳体制 和信政转型的一个大抉择 就是一个大选择 就是你往哪走 所以我上回跟你做制品的时候 我讲过这个事 就是大家都猜 其实是往左走还是往右走 他当时是一个弱主 他到处都拜三头 说是一个 他要所有的左右他都要兼顾 但是最后他亮给台之后 他是既不往左也不往右 他是往后 就是服辟的个人专制 要服辟这个集团制度 就是因为我们讲 从江泽民和胡锦涛统治时期 他一直就散生这种党国的维稳 和公民维权的这个博弈 你说江现在回过头来 很多人说这个老领导就是江的本身 他如果从专制统治他的人是专制统治者 但是他这个打压的力度 从整体上还比不上现在的习近平 因为江时期你记得他是做了这个服法教育 就是要当时可能他也不知道这个法治会 会最后什么结果 就是全国党内外社会都要去服法 而且当时他是在他主政时期 他已经开始大规模的新店国际人船条约 二十几个 所以到了胡锦涛 你在胡锦涛时期 他本身就是说九龙治水 但是胡锦涛时期不好说 但是隐隐约也有两条路线 一个是胡温的路线 就是胡锦涛他的概念是和谐社会 不折腾温家宝在很多场合 在推崇普世价值 在呼吁这个政治体制改革 而且还经常的呼吁警惕 所以这个是胡温的这种相对温和的一条路线 但是另外一条路线就是周永康所主导的 歸文体制和波西来的这个崇信模式 波西来崇信模式它的核心 那当然就是这个要恢复毛式的这种 计算计算恐制就是用这个检查 就是他跟这个王立军就是收拾所有的 这个不同意见的人来打压 然后然后再对民众做一些小恩小惠 就是用这个社会某些社会福利作为它的专制的一个资格 就是我对民众做点好事了 所以我就有权去镇压你 我就有资格去掌控这种不受制约的权利 而这个习很显然是在两种选择的这个决定里头 他是选了周永康 选了波西来 就是完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就是把它推到极端 推到更高省市 就是把这个维稳是整个的升级 就是从这个周永康的这个政法委维稳办这个模式 提升到国安委模式 那具体运作当然是栗战书的这个这个国安委办公室 还有这个这个中办 他是对这个全面的对公民社会斩扫除根的 就是你在你在回国头的汉在五年 就把这个中国的这个这个进步力量 这个相对自由的互联网 这个非政府组织各种NGO 还有这个这个社会上的民间领袖 是民间意见领袖 这个自由政治分子 几乎是一网打尽了 把这些人全部给给给给给打趴下来 这个这个是严重的摧残 所以这个是一个一个一个 他的这个这个这个选择 而是选择倒行逆势 就是对对对对对他这个 对中国的这个行政转型或者自由民主事业 是一个非常残忍的这个摧残 你看国内现在我这边也碰到好多 我最近从国内走出来的人 这个这个谈起这种感受 这都极端的愤怒 对其是对对政治民主自由的这个打压 极端反感 但是从这次他的这个伏辟终身制 所以在民间的反应 你也会看出来这个民间的这种这种这种愤态 对啊这个你说到了这个民间的愤态 我们一会他讲这个他的政治后果 但是我们会不会就是说他这一次这个修宪啊 我们从技术性角度啊 我给你提两个问题啊 一个技术性角度就是说就是大家都知道啊 十九大这个新的接班人没有冒出来 那么呢有一种分析就是认为习近平这个要在国家主席的位置上啊 多干一些年 是不是等待新的接班人出现啊 正好这个今天的人民日报啊 有一篇对这个修宪呢 与终身制关系的解读啊 他排除了一种终身制 那么呢就延长是可能的 但是终身制是排除了 那么有一些解读就是说啊 习近平等着他满意的接班人出现 这是一个啊 他先把位置站在这啊 这一个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他在跟这个江泽民和王岐山搞这个啊 这个寿命的竞争啊 江泽民呢还活着啊 他们觉得习和江之间有争斗 如果习近平下台的时候 江泽民还在台上 习近平可能面临被清算 那么王岐山呢是什么回事呢啊 王岐山国家主席如果单两届的话 习近平已经干了一届了啊 如果他们俩是政敌 那么习近王岐山呢还可以再干五年 习近平已经在台下了 所以说都有这些技术层面或者是政治谋略方面的考虑啊 除了你说的刚才关注的那些大面啊 就是后极权向极权社会过渡 他必然有修宪 习近平先生这个修宪有不有继续层面的这些考虑呢 这个技术层面 如果你把它降到这个技术层面 你会做很多很多这样的解读 但是这个解读站不住脚 就是其他本身 这种制度层面的这个技术安排 他所做的这些安排就是从这个从法治拉回到人治 这个接班人制度 刚才我已经讲过了 你是放在这个党国专制框架里头去评价 还是放到这个大的政治 就是政治转型这个框架里面评价 比中国现在所需要的选择 就是你是去巩固这个党国专制 还是走向新政转型 所以刚才做的那种技术上的解释和技术安排 他所做的所有东西都是为了 巩固党国专制 党国的计算专制 他是服务于这个目标的 你不能离开这个目标来去做这个技术评价 如果你是为了这个新政转型 就服务于中国新政转型的目标 你做的事情 那就是说我刚才讲过 集船到后集船 在从政府上面 从党国上面 最关键的元素就是放松管制 就是你当最后完成这个转型 那就是开党建 开报建 这个经济上设定的私有化 所以这些东西呢 你要看到现在你说的那个技术性的 这种人事安排 说他现在把这个已经被格苏叫门的 王岐山 已经不是中央委员 什么身份都没有了 要重新回来当副主席 他这个东西是完全不讲规矩 就是说底乱套的东西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要 因为当时十九大一到这个 两张一流 我上回做视频的时候讲过 一到这个阻力很大 一定要逼着王岐山一起退 按照那个党的这个零零规矩 和这个就是七上八下 这刚才讲这个退休制 这种规矩逼他退了 可是这个习不服 不甘心 就是他跟王合作 很好就是和一些收拾所有的 就是政敌 特别是军队里面的这个政敌 所以他说非得想尽办法 新方北纪的把这个王再拉回来 跟他一起干 就是去对付所有这些 信存的和群在的政敌 所以他的这个制度安排 这种技术上的操作 完全是服从于他这个个人专制 这么一个目标的 是这个个人独裁个人专制 是又是服从于这个党国集参专制 这样的一个目标 就是要切断中国向信任转型的路 独使中国向这个信任民主转型的路 所以他这个技术上的这些作为 是服从于这些仇恶的或者最恶的这些政治目标 你不能离开这么一个框架来去评价它 好啊 这个冯教授是这个高屋建宁 是从这个大潮方向 整个的宏观走向来看断这个事件 对啊 那么我现在在问下个问题 因为我们聊天的时候 你就说过啊 这个习近平啊 复辟 那么呢 这个搞终身制 那么呢 他这个面临的政治后果是很可怕的 那么你的话是要叫死路一条 啊 那么同样的话 实际上啊 李昂友教授最近这几天 他也有个讲话 就是说习近平啊 这个奇苦难下啊 他这个就是也不看好 这个习近平的未来 那么你怎么会认为习近平的这个下场 这个很可怕 因为我们上回做的那个那个谈论 视频之后我们就讲过 因为我也写过文章里头也提过 就是一个大趋势 一个大格局 就是党国没有红三代 就是这个党国政权 你刚才也提到技术上 习近平没有 他这个习明哲接不了班啊 嗯 不过乖也接不了班啊 嗯 就是他这个 他是一个中社党 一个红二代的这种这种基因 他一定要传到他手上 他会信任的这个党国接班人 但是他没有 这是一个格局 就是我以前讲的 不管习近平你如何折腾 红二代如何折腾 这个党国就是在他们手中 在红二代手中要接触的 如果他们想有出路 就找到一个退出机制 就是做让步 这个争取和解赎罪 然后就是开辟这个转型 这个刚才我讲的就是放松管制 是和这个争取这个民主力量 对他们的欢红大量的一个原谅 就是保住这个身家性命 然后他和这个一个安全退出 或者是说跟新的健康力量平等竞争 这就是唯一的出路 因为他从这个传逆网络 从现在的社会整个变迁 和这个整个世界的这个民主大潮 这个大格局 这个党国是不可能传给红三代来接班的 今天等到90岁 习近平 他也不就是红三代是生长不起来的 这个社会条件已经不符身在 所以他就是他现在这样做 为什么是死路一条呢 他是增加这种政治的不确定性 就个人独裁 因为他不是一个制度保证 如果他是好人 你想他我要为很多任务没有完成 还有这个民族复兴 因为我刚才讲这是一个老戏嘛 老把戏 所以我算是把这个把身家 是把这个国家的这个利益 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天下安危 戏一生 所有专制同志家都玩这个把戏 就是离不开我 当你看多少的专制帝王 他们走了以后 对社会有丝毫的不良影响吗 所以他们如果是按时走了 走得更快 对社会发展的机会就越多 很多人在这里还玩笑说 毛做的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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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就是他 他死了就是你如果他在那个位上如果他是一个整个心态 是一个专制心态 他是阻挡社会往前进步 就是如果你想做好人 那你就让前让步放松管制 而不是是霸着那个位这个霸着夜长对社会的这个这个这个阻挡 对社会的这个这个阻挡对社会的破坏就业大 所以我所以所以他就是是增加社会的仇恨 增加对这个仇怨 因为现在我讲的这个刚才一开始我就说过 这个八二信法信定这个终身制 他还不是社会的一种需求 而是这个整个官僚体系的需求 就是那个位高传重的人 他们是需要自身安全 也需要一个一个制度化的 就是我们讲的有章和循 就是以照章办事他们有章和循 有法合一可以保证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而现在你如果把这些仅有的这些这个章程 这是我们讲的这个章法毁灭了 那就是你说你自己说吧 就是还有别的路好走吗 那就是这个你是去呼唤暴力 呼唤蛮横 这个是一个在这个意义上讲 所以我说它是死路一条 好啊 这个 这个从 这个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的这个建议啊 这个出现的这个时间点啊 人们就判断啊 这里面可能有很大的问题 啊这个中共的二中全会啊 讨论啊 在一月二十二中全会是这个啊 一月十八号啊 十九号北京召开 只是说这次会议上讨论了这个修改的 现法的建议 但是呢它并没有公布 它并没有公布这个建议 那么这个建议呢 是到二月二十五号 才正式公布出来 而数 而官方数的日期呢 是一月二十六号 所以这个这个时间差呀 啊 是不是反映出就是在中共高层的内部 也并没有形成一个修宪的一个共识 尤其是修宪修什么呢 修这个国家主席任期制的这一个新共识啊 因此呢这个 这两天我看到这个推友啊 说有十一个副国级或以上的这个老领导 出面反对修宪 就说强调就是说这个党内并没有对这个修宪 达成一个共识 在某个意义上可能是习近平先生一意孤行做的 那么你怎么看这样一种分析 那陈兄你既是法律专家 同时又是这个重要媒体人 所以你这个这个解读非常正确 我要注意一些 我要注意一些细节问题 是是是 我是完全赞同你这个解读 我是觉得这个议习做这种绝对是一意孤行 就是这个很荒唐很荒谬 就是很显然这个在这个二中传会没有打成共识 你看他过了一个月再开三中传会 就是强迫这个领导生接受他的这个要终身制的这么一种决定 迫不及待 就是这个很可怕的 就是这个这种这种蛮控 就是一种兵体的一种蛮控做法 就是他很显然是那些人要 我们刚才讲过如果讲中国这个信法这些规矩 就是讲这个你要从头上讲起就是我们这个五四信法 他本身是从这个民国时期那个旧政协的共同纲链引并过来的 他是体现了这个民国时期三四十年代那种信政运动的成果 就是他有一个很完整的人传清单 当然对这个任期制他也有体现 但是后来这些东西被这个毛涉体的净踏和抛弃了 到了这个毛死之后就是改革开放之后 八二信法重新把这个一些相对健康的东西捡回来 就是刚才讲他不是真正为了民众什么如何 但是至少是为了他们这些高官 他们自己本身的生命安全 他们想做这些东西 而到了这四十年来就是形成这种退休制度 形成这个淋漓性质 形成这个任期的性质 这些东西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脉络 所以在这个高层里头一些人接受这种规矩 接受这种章法就是在民众中深入人心 在官僚体系里头也深入人心 所以他们抵制习近平在这个意义上讲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是现在可怕的事情就没有一个机制 就是说你之后你是少数你通不过把你翻掉 把你废了就是你通过去把你爽掉或者什么样 这个机制就是因为我刚才讲的就是习掌控了敬畏军 就是把别人都押住 所以现在他的洗粉们 所以有时候很多人在造这个这个江又如何 什么人如何 他们根本没有一个平台可以来挑战习近平 这是制造出来的一种广直 一种借口 就是制造各种各样的什么什么人要算党得算 制造这些借口来巩固船力增加船力 就是来去增加它的专制船力 所以他现在从这个机体操作就是你现在指出来的 这个什么奥上船会通不过 然后在海外货日后 就是霸王硬上弓 再把他用这种方式逼这个党接受 这个马吾当林干过很多这样的事 就是他做的决定就是要让这个这个双党来接受 让双党给他背书 变成共犯共谋 习是完全写这些歪招 做这样的歪招阴招 就是非常恐怖的 就是这个荒谬非常荒谬 这个刚才你也谈到就是这个习近平 恢复这个元首终身制这个死路一条 因为你谈到的是一个 已经没有红三代来接班的一个问题 他也也不可能安排自己的女儿去接班这个问题 但是呢 还有一种舆论观点就是认为就是说 也许习近平干不完 在他的第二个任期 就是这个 这是一个对习近平更加悲观的一个判断 就是他的政治前途 因为根据你前面那个判断 如果等红三代的话 他起码干几十年 是不是啊 那么中国人如果再在这个六四之后 被共产党折磨的三十年 如果再在习近平用你的话说 这种极权体制下再被折腾三十年 那中国人的鸡娘 被折腾的可能就没了 对不对啊 真的你虽然红二代啊 红三代无法接班 那六四三十年再加习近平再这么干三十年 干了穆家贝先生那个年代啊 那个岁数还继续在干啊 继续他被轰下去了 那么中国人这个一代一代的这个陪绑啊 这个命也是够够惨的了 所以是有一个判断就认为 就是说死了一条的就是呢 他也许第二个任期都干不完 因为他你看这个这么多老家伙啊 都被他按照两界的规矩给弄下去了 我们好好的都下去了 你凭什么啊 你自己要连续的干了 而且呢只是国家主席可以联系干啊 委员长不可以总理不可以啊 这个最高法院院长不可以 最高检察院检察长不可以 国务委员不可以 只有我国家主席可以 所以这个政治游戏是太不公平了 对不对啊 嗯 是的 所以我刚才也讲了 讲他荒谬 就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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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才也提过他意义 他说他没有别人和他交班和交接 因为他一个接班人他就是要信任 什么叫信任 就是他要找的接班人 是要能够保证这个党国集团专制 清求万代对不对 党的家业要传下去 所以他要找的是这样的一个接班人 这是最大恶极啊 这个是你把这个这个是你把中国民族 中华民族已经努力到这个程度了 这个是个大惊大恶的一个想法呀 你还想把这个这个卸国把这个这个这个 把这个党把这个国家当成你的家业一直传下去 这是不能永远的一个事情 对不对 然后你刚才讲的 对他的这个同僚也绝对不公平 就是你拼什么 你什么东西 你拼什么 你会这样来 就是这个跟这个 跟这个整个世界潮流 跟这个整个这个 你说制度化民主化这种潮流 背道而食对不对 就现在讲这个 你当你讲到那种那种别人一直判断 就是他这个这个可能有一些意外会发生 因为刚才我已经也提过 就是个人独裁这个 他是增加这个变数 增加这个不确定性 为什么人类要要制度化 你说你说在澳大利亚在这边 你说那个总理一天你换五个有什么关系 你不要说你五年换一世 你就一天换五个 跟社会有什么关系 因为它是一套的制度在那个地方 他并不需要一个一个圣人好人 来去掌控这个社会 那个制度化你在那个位上 你就做这件事 你是你说 你说是这个这个环境的屋 这个治理 这个给社会福利 这是你本职工作 这是你被选上来 你就是就是你拿 你拿打这份工 这是你这个天经地义 你要做的事情 你不能把这个东西 作为一个要挟 我给你福利 发福利了 我把这个北京的雾霾经少了 我把你敞关了 然后你就给我这个永久长穿 那你就给我这个穿力 我会宰你 会杀你 会逮捕你 会把你欣喜 哪有这样的道理 因为这个是完全这个腐朽极端反动的一个古代的帝王思想 所以你把这个东西出来说是 喊得起粉出来 还有像这个胡锡进之流拿出来这个唱战歌 这些处完全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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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人类政治文明说底进风相对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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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退 这个刚才你也提到胡锡进出来唱战歌 同时呢 所有的这个批评 这次修宪的这个言论呢 那是不许上市的 管的是死无前列的紧张 这个我想呢 是不是这样一个想法就是说 习近平知道这个是冒天下之大不为 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 但是我能不能请你解读一下 习近平在这样一种面临 他明明的知道就是冒天下之大不为 又是得罪党内同僚 因为那些人都已经下去了啊 那规则该下去了 你到你这来规则就变了 这是公平的 是啊 就是明显这样一种不利的这样的政治局面 习近平为什么还要这么硬干 这就是这个北京人所讲的 它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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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恶人子的这种使命感 使命感 他自己他自己作为这个恒恶大爷 认为他最有资格来掌船 因为他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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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专制帝王啊 专制统治者 他有共同的一种心态 好多人也用这种方式去评价他们 就是说他用这个目的来证明手段的震荡性 他认为他的书心 他的他的本意是好的 他想做好事 所以他就可以为所欲为 不择手段 如果你用这种框架去评价这个领导人 所有的帝王 他都应该 你看你看他他讲的那个两个三十年不能不能这个相互否定 他用的就是这么一种评价系统 就是猫死这个杀死那么多人 饿死那个千千万万的人 都是这个有意的探索 与猫心之好的 就是古代我刚才已经提过这个这个从古道金这种把戏 就是这个卸钩者猪卸裹者猴 就是你说这个杀一人是罪 你如果是杀一万人 你就是熊 所以这个概念就是一种一种完善 就是这种这种 以这种啊 神败论英雄 以这个啊 意图伦理 来去做社会评价 他现在他他本身 我在我在 猜想 他是这么一种思维 就是我 我根正苗红 我是红卧带 我是罪无资格来掌权用权 所以我做的任何事 只要我认为我是属于好心 属于好意 任何事都可以做 所以他现在说我要 我现在我这么伟大的人 包括他现在重新这个领袖 你知道我们中国在毛时代用了个领袖 已经四五十年不用这个称呼了 这是从史大林 从希特勒人民接过来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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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非常新的一个声号 他现在人民领袖 那个在媒体上重新放出来 就是他可以 他是这种心态支配底下 他是无底洞 就是他这个去讲这个是不择手段 就是哪怕是什么人受惠反对 他身边的人反对 他不需代价 至于他现在身边要用的人 所以有人就像李公中那一类的 忠诚不绝对 就绝对不忠诚 就这些奴才 他只能够接纳 就奴才口中说出来的串剑 说出来的吹捧这种崇拜 这个肉麻的吹捧 他能够听进去 其他的批评意见 不同意见 他都听不进去 甚至于作为这个算党夺权 把你灭掉 所以这是一个 我讲这是一个专制统治者 这个独裁者 古今中外的一个共同的心态 这个也不意外 就是他都是这个样子的 你想想希特勒死了之后 他自杀之后 他对身边怎么讲 他说整个德国人被判了他 整个德国人不值得他去保护 就是不配他这样的一个领袖 所以这种心态 这个是我讲 是一个专制统治者的一种病态 好啊 谢谢教授今天 从大的方面 方向性的这个层面 看待这一次 中共呢 修宪复辟元首终身制 这个冯教授的一个基本看法就是 我觉得啊 是不是这么总结啊 就是习近平早过了 这个 在政治上 安身立命 重蹈胡耀邦赵紫阳 政治命运的那种 阶段 那么呢 他今天找到这样一步 就是要搞这个修宪终身制呢 用 冯教授话说的是 从后极权社会 向极权社会 转型的 必然的 面临的选择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 他的这个技术层面的这个 一些考虑啊 政治阴谋方面的考虑呢 应该都不是主要的这个分析这个问题的一些层面啊 那么 冯教授又呢 这个 领导 人的盲横和大奸大恶的啊 想法 来看待这个啊 这样一种做法 那么呢 这个问题呢 我想呢 昨天的这个 我的嘉宾被人拍桩拍得很厉害 那么冯教授今天提的这些看法呢 我估计另外一面就是支持习近平集权的这方面的这些人呢 估计也会拍冯教授了 所以说那个啊 所以说看看这个大家怎么拍啊 拍完了以后 最好把你们两个人弄到一起来这个 来来辩论一场 再看看这个 所以说我呢 这个这个采访呢 我会先尽量的呈现不同面的观点 最后呢 再把两面最这个啊 最有代表性的专家们再去请来啊 辩论一场 这样让大家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但是呢今天谢谢冯教授啊 你把你的观点 充分的展现出来了 对对对对 我非常谢谢 非常感谢 我欢迎拍桩 也欢迎各种各样的讨论 而且我也是个希望啊 就是这个这个习在某个时候 这个突然这个这个怎么样 来来来转个头来 听取这个和平凶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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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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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毁心转意 就是就是这个它是嗯 我说它已经已经从这五年的这个整个整个 又有一点声音问题啊 这个我们导播能不能够再接进来 还有没有可能回头回头回头 不是啊但是这个这个东西呢 就是就是说啊 万一他这个看到这个和平凶火星转意 嗯那是我我会怎么讲非常的非常的 如果他走这一步的话 这个这个啊 LIKE 这做湾文字都超 expressive的 这个在某个地方你跟和平 你刚才这番表白 你跟和平先生一样 就是都有万分之一的绕幸的一种期待啊 实际上和 虽然说习近平集权 他是拥护的 他只是反对那种集体领导 但是他也认为 这种集权过程中 大部分可能性 99%可能是被吃掉 习近平最后什么也没做成 左痛右突 没做成 被体制吸掉 只有1%的可能性 华丽转身 走向宪政民主自由 这样的一些东西 那么您实际上这么批习近平 当然你也存在着1%的这种希望 应该是这样 所以在这个问题 万分之一 几乎是零 万分之一 如果你是零的话 那么一个和平之间 有一个度的差异 几乎是零 而且我是绝对不能支持他 向一些集权 你是不支持集权的 这个东西是反正的 政治学常识的很多地方 尤其是极端的极 这个东西是 绝对是反政治学常识的 可是很多人就希望在中国 发生一个习近平集权的奇迹 所以这个 这也是一种无力感的一种寄托 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好讨论 好吧 好 谢谢这个 黄教授 谢谢网友的收看 收听 下次节目再会 再会 好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锦尔 很高兴又和大家在新一期的留学生节目中见面了 我记得上一期我采访了一位在美国读理工科博士的中国学生 请他聊一聊美国的一些博士的艰辛的路程 或者是一些欢乐的地方 那么今天呢 我作为一个对应 我想请一位美国的华人 在中国读博士的美国华人 来聊一聊在中国读博的一些经历 所以我们下面就有请我们的嘉宾进场吧 嘉宾你好 您好 嘉宾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 是条件并不狂 因为你看到那个设备有点问题 所以你讲话时候想想一点 然后呢 好 麻烦您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 您好 我叫刘肃 我是美国华人 2001年我跟着父母移民到美国 刚开始在美国的时候 我还很喜欢 可是过了几年之后 我变得不太喜欢美国 我很想念中国 这件事发生在 我在读大学本科大二的时候 后来我就在想 我一定要想办法 想办法再回去中国 后来等我 转学到宾州州立大学的时候 我就申请了留学项目 因为我刚开始读的是社区大学 然后我在读大四的时候 我去了香港中文大学和新加坡 国立大学各自留学了一个学期 我在那个新加坡项目完成之后 我去了中国 我去了中国旅游 我很喜欢 然后我就在想 以后我还要再回来 所以后来我又回到了中国 我回到了上海 读硕士 读的是对外汉语教学 好 刘肃 刘肃 我打断你一下 因为刚才我想让你介绍 一些简单的自我介绍 但是我觉得 你讲了非常多的细节 我非常高兴 因为很多问题 都是我待会儿要一个个来问你的 那么我们先慢慢来 第一个问题 我想问的就是关于 你刚才说到了 你的个人经历 你是随父母一起移民到了美国 然后在美国读了本科 然后在宾州州立读了一会儿 然后又到了香港和新加坡 去游学或者是交流 对吧 那你为什么那个时候想到了 你说你是喜欢中国 想要回到中国 那你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你为什么那个时候 有那么迫切的想法想要回到中国 你能再具体说一说吗 是因为你觉得在美国上课的时候 语言有问题 或者是还是说其他的方面呢 我觉得不是语言的问题 我每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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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书的时候 我或者看到电视的时候 我会特别怀念中国 但是我怀念的并不是我的家乡 我觉得当时我只在我在想 中国他已经 我已经离开中国很多年了 当时其实我已经离开中国五年了 我就在想 中国一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所以我就很想回去看一下 因为在美国 美国人他对我们也很热情 可是那是不一样的热情和中国的人情会不一样 OK 这就是每个地方的风俗是不一样的 你说到一个人情啊 或者是一个带人之道 可能欧洲是欧洲的带人之道 美国是美国的带人之道 然后中国又有为人处事的一些传统的一些方法 所以你对这方面 你觉得你想来中国看一看 中国的一些体验一下中国的文化 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的 还有饮食 我很怀念中国菜 因为我的爸爸妈妈 我们以前是经营中国餐馆 可是我们吃到的不是正宗的中国菜 我还有一点是 我到了美国之后 我的气候不适应 我常常皮肤干燥 嗓子疼 这是另外一个因素 OK 那当然了 你刚刚提到你回到中国 那我觉得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志向 有像我前一期采访一位中国的学生 他就到美国 他觉得美国还不错 他在美国生活了五六年了 他在美国读那个博士 然后你呢 现在是在中国读 你觉得中国还不错 食物啊什么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你体验过美国的教育 美国有那个 你在宾州州立嘛 也算是美国一个比较好的公立大学 那么你也在中国也很多年了 你在中国读了术 读了博 那我想问你的是 这两个国家 你对教育方面 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吗 或者是你觉得 你最觉得有不一样的地方 有很大的区别 因为在美国 比如说我在美国读的本科 我的作业很多很多 我记得我读大学 就是我那个 从一开始 我每天 不是每天 我每个星期 或者每两个星期 我最少要提教一篇论文 尤其在英文课上 然后还有比如说我们的心理学啊 我们都会有作业 我们还要做演讲 可是在中国不一样 我发现在中国 学生的压力比较小 因为他一个学期只教一个作业 还有老师教学方式 因为在美国 老师鼓励我们一定要多多讲话 可是在中国不一样 老师一直在讲 还有在美国 老师有给我们一个明确的提干 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学什么 明天要学什么 这个学期你会学到什么 可是这个在中国 我没有看到过 所以有点失望 因为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 这个待会我是下一个问题了 这里呢我想再跟你总结一下 你就是说美国啊 我们大家来美国之前 很多中国人都说 美国的大学是宽禁延出 就是说你进大学比较容易 他有些大学入取率都50%以上 那么但是你要毕业就难了 因为他的作业很难 作业很多 然后考试有点难 那么如果你达不到 他一定分数 有些人甚至要读五六年 才能本科毕业 对吧 不是说所有人都必 像中国那么95%以上的人都四年毕业了 所以美国的大学是偏难的 毕业 但是中国呢 因为你体验的是研究生的教育 特别研究生的教育 那么在中国可能你说的是对的 他那个作业反而没有了 或者是一个学期只要交一个作业 这我觉得非常形象 那我还有五个问题 就是刚才顺着你的那个一个观点 我就想问你 你来中国之前谈到过 你来中国之前啊 你幻想的 憧憬着中国的美好生活 可能是美好的食物 很好的天气 更加热情的人 或者比如啊 我不知道 那你现在来了中国了 或者是学习上更好 我现在你来了中国了 经过了那么多年的学习 你和之前的反差有吗 或者是你跟之前的一些 你觉得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有没有 你刚才提到一点了 你说老师上课方法 好像你对你来说 你无法 你觉得跟之前是预想的不太一样 那么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或者这个教学上 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吗 分享一下 有 因为我觉得在中国读大学 不是读硕士的时候 还好 因为有什么活动 老师都会带着我们 虽然我们就是留学生 跟中国同学是分开上课的 我们没有感到很大的距离 但是到了读博阶段不一样了 因为我们的导师他有活动 他都不会带着留学生 他们只带着中国同学 做调查参加活动 就比如说今天在中国是允宵节 我们的导师只带着中国同学去 没有带着留学生同学去 我觉得这个不一样 因为留学生他在一家 他没有家人 那老师是不是要更加的 就是让他们适应在中国的生活 是 那你提到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就是导师的相处 你之前在美国应该没有相处过导师吧 你在美国有相处过mentor或者是导师吗 我们没有 因为我们只有一个是advisor advisor ok 那你现在在中国有导师 你刚才提到 因为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刘同学他是民俗学 民俗学呢 那对于元宵节来说 肯定是一个民俗的一个大日子了 所以导师肯定会带同学出去 做项目或者是调研 或者是玩 随便了 但是他居然不带 我想问问一下 你对中国导师的相处 你有什么见解吗 你觉得跟导师要怎么样 好好地相处 或者是怎么样才能跟导师相处好 我觉得导师和学生之间相处 他不仅仅就是应该常常有学术上的交流 也应该有生活 包括尤其对我们来说 我们是 虽然我是华人 可是我毕竟跟中国也 我之前也跟中国社会脱离了将近十年的时间 那就是也要帮助我们 最好的相处就是说 我们都要互相关心 互相学习 有什么困难大家要说出来 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方式 但是我常常就是找不到我的导师 我记得我最后一次见到我导师的时候 还是在去年郁达变的时候 12月份 我就去门口守着他 等着他见我20分钟 因为我给他花信息 他一直不回我 然后导师好像只想帮助那些 常常去参加活动的中国同学 我想问一下 打断一下 那个导师有几个外国有学生 他一个人带几个学生 他有三个外国有学生 还有多少个中国学生 中国学生好像是有四五个吧 首先他一个人带七八个同学 那简直就是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分配体力的 第二个他对你那三个外国学生都是一样的吗 就是说对你还是对你比较特殊 还是说对那三个学生都一样 都是不太理睬的 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那我觉得那就是中国这方面还是有点问题 因为有些导师可能他觉得跟你们交流 或者怎么样 他跟中国人交流更顺 这是我的猜测 他可能跟他们时间更多 但是有一点我想 跟大家电视观众带来的就是 美国的导师 他对自己所带的学生 他一定是倾注他很多经历的 他不可能像这样 就是说我跟你就见20分钟 我都嫌得多 他肯定是因为这个学生是他自己选的 他觉得这个是OK 美国学校才把这个学生招进来 那么刘素刚才提到的那个问题 我觉得是中国高等教育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说可能刘素你之前 你跟那个导师申请的时候 你跟他认识吗 我不认识他 对那就是这个问题 因为你申请的时候 你是向学校层面申请 那导师并不认识你 而导师等于是学校把很多学生 分配给一些导师 那么对导师来说 肯定他觉得这个学生就是 他一个人带了很多 也忙不过来 他可能会把侧重点放在某些地方 所以他就 这样导致了一个问题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想问刘素的就是 除了导师这方面的相处之道 那你跟同学呢 你觉得中国同学跟外国同学 因为你很复杂 我觉得你很矛盾 你之前呢又是个中国人 但是呢 你在美国之后又有身份论统上 你肯定是个美国人了 对吧 将近十年 现在呢 你又回到了中国 又有中国文化 你跟中国人呢 他们是对你呢 是用一种外国人的眼神看着你 那么从你这样复杂的 这个 这么多的经历啊 你让 请你来谈一谈 你现在跟中国同学的相处 知道是怎么样 你觉得跟他们怎么样 合得来吗 中国同学有一些 我觉得就是很奇怪 比如说他们一旦知道 我是华人之后 他们就要找我练习英文 但是我很难 因为我在中国 我有坚持的工作 然后他们就不理我了 可是有两个同学 他现在很好 因为我后来告诉他 我说我不是不想陪你们 可是我真的很忙 后来他们也理解了 然后现在我们觉得相处很好 有的时候我们会一起吃饭 然后我有问题 也会请教他们 说句心里话 其实在中国 我很少跟中国同学在一起 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社会圈子 然后我基本上是跟留学生同学在一起 不过我现在在中国 我交到了很多中国的真正的朋友 可是他们不是学校里的 他们都是在工作的人 OK 就是 我知道 就是说你在实习的方面 还接受到了一些朋友的 反而在校园里呢 因为为什么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中国很多学校 包括大部分学校 他们的留学生和中国人 比较就是互相区隔的比较大 无法在 甚至有些科目是专为留学生设的 那么有些班级里全部都是留学生 那很少有中国人 那这样一来 比如说对外汉语 比如说 类似的那些 专业 那么这样的话 留学生很难跟中国人同学接触到 那就是刚才刘苏同学 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就是很难跟中国人 就是接触到 对吧 还有呢 刚才我刘苏刚提到一个教学方法 我觉得中国老师啊 很容易 很喜欢那个 就是从头讲到尾 而美国的老师 刚才刘苏提到呢 是更多的是激发同学来讲 每当有一个问题的时候 美国老师会说 那同学们有什么想法吗 让同学讲 然后他在旁边再做补充 或者comment 那我觉得这个方法 这个教育学思路的差异 也是跟那个两个国家 两个文化之间的那个教育传统 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来自于古希腊 古希腊就是这样的 就让学生激发你的思维 让你讲 我们老师只是去引导你 或者是激励你 而我们中国可能就是说 我们老师来教育你 或者是让你 来让你灌输你一些东西 可能就是这两些 两方面的教育哲学是不一样的 好 我们这个扯远了 我们把它收回来 刚才我们刘苏也谈到了 一些在中国的学术 跟导师的相处 包括一些生活上的一些问题 那我想让刘苏也谈一谈民俗学 因为很早个机会 采访到一个民俗学专业的也不容易 我想让刘苏聊一聊 什么是民俗学呢 你为什么要学民俗学 民俗学这个定义现在存在着很多不同的争议 因为不同的人学着他对民俗学有不同的见解 但是从我的观点来看 我更加同意以前的研究者民俗学 它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文化 比如说我们有春节 那民俗学的角度就是说 什么是春节 春节背后有哪些仪式 这些仪式代表着是什么 为什么我学民俗学呢 其实这个专业不是我自己选的 是我硕士的一位老师 他告诉我可以去读这个专业 因为他知道我很喜欢文化 后来我发现 我选的这个专业还真的没错 因为学了这个专业之后 我去了很多地方 我学习了很多中国现代文化和古代文化 所以他我听上去有点包罗万象 包括文化 包括一些民俗 民间的一个习俗 包括肯定也要学一些语言方面的 因为文化肯定是跟语言有关 那你觉得中国的这个博士生 你现在读下来你觉得难不难 然后你们的毕业标准是什么呢 我来问一下 中国的博士 我觉得对留学生来说不难 我们要给他 就是比如说我们有那个中期考核 那我们就是要读30本书 然后不是30本 那个就是最基本的是那个30本 然后我们要写那个读书报告 然后呢就是平常参加一些讲座 然后毕业之前 一定要发表两篇论文 这些论文是没有那个要求一定是要 核心期刊什么的 OK那听上去好像跟理工科比起来 是稍微不是那么严格 我记得有些国内高校的理工科 是要发有影响因子什么 加权 因子要10以上 或者是几篇核心期刊发表的 我们是这样的 而这个专业并没有这个要求 因为核心期刊是指的是中国同学 OK 是不一样的 留学生和中国同学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不一样也是很有意思了 那是因为导师觉得是你个例呢 还是说整体留学生都是这样 所有的留学生都是一样的 OK 那我们就不要 是你的导师是这个样子 还是所有的导师都是这样 我不知道其他的学校 但是华师大是这样的 OK 那从这样的角度来讲 我来我就觉得 因为毕竟毕业标准是导师定的 那么他这样给你们设定的这个标准 这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但是我们也 也是个非常 我觉得值得我们以后去探究的 为什么要这样设定 好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 你民俗学毕业之后 将来的发展是什么 你那个 我不知道这个专业 因为我不了解民俗学 那将来的发展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其实嘛 这个不是呢 我可以说 也许我 这个是白赌的 也不能说白赌 因为我当时去读这个博士呢 主要是因为我想留在上海 因为我读硕士的 读了一年之后 我在上海有了很好的兼职工作 就是我叫外国人汉语 我从一位学生交到 后来就是一个星期有十位以上 那我当时的想法就是 我要在上海接累经验 因为我可以回到美国 可是我在美国 我永远教的都是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汉语 这不是我想要的 它没有挑战性 那在上海不一样 就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位学生 他是纽约大学的 那个社会的教授 他的水平是中高级 那我去辅导他 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所以以后我的发展很有可能是 我依然会从事我的汉语教学 因为我很喜欢 所以我在想我要怎么样以后 我才能留在中国 因为我们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是我的学生告诉我的 这个比如说我们 这些外国学生去教汉语 其实会比中国同学教得好 可能吧 因为你说的是一个个体 你有一个同学跟你这样说 但我们也不能说 所有的可能都是这样 但是从你的这个经验 我觉得是正确的 因为你反映了那个人 对你的一个诉说 那么当然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之前提到 你在美国也工作过 你在美国工作的一小段时间 也是教汉语吗 不是我在美国做过几份不同的工作 我18岁开始工作 我做过服务员 然后我做过那个会计师的实习生 我做过小学老师的助教 还有我在美国做过那个 office assistant的义工 还有一个是我在美国 对我在美国辅导过中文 然后我在美国实习的这个汉语教学了 所以就是说你在美国 因为在美国本科生一边学习一边工作 是很常见的情况嘛 所以你那个时候可能会一边工作一边学习 而现在呢 因为我听出来了 就是说上海或者中国给了你一个更高的平台 可以让你接触到更高的工作上面 这个汉语教授汉语领域的更高层次的客户 或者是你的潜在的一个将来的一个发展会更好 那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非常非常合理的一个解释 因为像我们很多人到留学美国或留学欧洲 他们想的将来也是留在欧洲或美国发展 对你来说呢 你觉得你要回到中国在上海 留在上海发展 我觉得是你的目标之一 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 非常好 那么我们的最后的一题 我刚才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刘素同学 现在身处在他的寝室中 而这个寝室呢 虽然是博士升级一人一间 但大家也看到这个条件实在是很小 一个床一个写字台 当然他的写字台后面是很多书 把书站住了很多地方 但是我觉得很多 就是看上去真的 这个生活这个条件 并不是像美国的宿舍 这么的看上去这么豪华 因为你知道美国大学的宿舍都很棒的 那我想问刘素了 讲到宿舍问题 那我就讲不到你的奖学金了 因为宿舍也是cover在奖学金里面的 对吧 然后我就想问 你之前在中国是申请过两 我听你说过是两份奖学金 你能谈谈这两份奖学金 分别是什么奖学金吗 硕士的奖学金是孔子学院的 博士的奖学金现在是中国政府的 中国政府奖学金 那么这两个奖学金有什么区别呢 为啥一个叫孔子学院 一个叫中国政府 因为孔子学院的奖学金 它的项目是对外汉里教学的 它传播和推广的是中国文化 所以那个叫孔子学院 那中国政府奖学金 它也有推广这个中国文化的意思 可是它的人群不一样 我不知道 因为你可能你自己也不是那么的了解 那么中国政府奖学金 你说的人群不一样 可能是因为会不会是说 你的意思是他们学科更多元一点 而孔子学院只是汉语 是这个意思吗 还是说都是 对对对对 硕士的孔子学院奖学金是这样的 是的 就是说它只针对汉语 这个学科 一大类的 而中国政府奖是所有的学科 对 那你刚初申请孔子学院奖的时候 你怎么会得到这个机会的呢 你从哪里听说的呢 我是在宾州州立读大学的时候 我的一位中文的教授 他告诉我的 因为我在辅导的时候 他是我的导师 然后他就因为他告诉我 我可以申请 而且他知道我很喜欢中国 所以他就告诉我 我可以去申请 好 那你从一个 你在美国的一个中文教授 得到了这个信息 那你申请的时候 你要经过一些什么准备呢 还是说是在美国申请吗 还是网上申请 其实我是在中国的时候申请的 我去上海之前 我先去了江西师范大学 进修了一个学期的 现代代中文文化课 然后再去上海读硕士等 所以你是在江西师范的时候 在学校里申请了 海语水平考试 你觉得是太简单 还是你觉得还挺难的呢 我觉得太简单了 是你觉得太简单了对吧 好 因为他这个对于你来说是美国人嘛 所以他一视同仁 他并不分你是华裔还是说华人 还是说美国人 就是那个原来的美国人 所以他并不分得那么细 那么你觉得 从孔子学院讲学金这个角度来讲 除了你从他得到了讲学金以外 你有没有 当然对你来说你肯定是很感激他了 对吧 他给了你这个机会到中国来学习 那么你对他还有什么 其他想法没有 你觉得孔子学院讲学金对你 给你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呢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变化 除了钱以外 除了钱以外 他给我带来的变化就是人脉 因为我通过这个讲学金 我的人生其实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包括我接触着人 因为我的学生 他们都是那个高管和教授 我不教小孩子 然后我也通过我的学生 我接触到更多本地人 比如说上海人 还有那个我还认识北京的和四川那边的 我觉得很有意思 还有一些老师 那我想问的是 你说的人脉是说 你得了讲学金之后 你必须去教别人 这样得到的人脉 对对对 因为我自己会去辅导 也因为孔子学院讲学金 他们当时有一项要求 就是你必须从事汉语教学五年嘛 虽然他们没有明确的告诉我们我们毕业之后 可是就是因为有了他们的这个要求 所以我我自己加上我自己也很喜欢 所以我一直都在做汉语兼职的工作 就因为我一直在做 所以我接触的人会越来越多 懂了 那他要求你毕业之后正式较职教五年 还是说你随便兼职也算了五年 他们没有他们这些从事汉的工作 我觉得好像两个都可以 我也不知道 OK 所以这个方面也比较多 但也不是从事汉 他是规定是必须这样 还是说只是一个希望 我觉得吧 他只是一个希望 如果他是一个规定的话 他应该要让我们签什么协议的 OK 但他没有让你签协议 对 那么最后啊 我们来聊聊孔子学厂语 现在他现在有多少钱呢 我现在已经我也不太了解了 当然这个网上也能查了 你说一下吧 我们直接从你这里知道 他现在一个学期硕士博士 拿多少补贴呢 硕士从两年前他的生活费 从一千七变到三千 可是那个博士的孔子学院 奖学金他很高 好像当时是 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变化 当时好像是一年补贴 十万还是八万 然后还有包那个回国的来回票 我请问这十万和八万 是包括你住宿费和学费 还是说单单性费 就是那个是给你的那个 给你的 可以说给你的那个奖金 然后那个那个宿舍要自己去租 OK我明白了 就是说他给你 是包括就是说学费 那学费包含在里面吗 包了 就是说他给你一个package 给你一个十万 然后你自己去付学费 自己去租房子 然后自己生活 不好意思 没有付学费 OK 是说你他这个十万元给了你 你还得自己去付学费对吧 十万给了你就是你只付你的房租 和你其他都不付 那生活费呢 生活费就是这十万块钱 OK 所以学费 好吧 就是说学费跟十万没关系 对不对 对对对 好是想明白你 那十万块钱包含了房租和生活费 懂吗 对对 好 那当然 那还有其他的 那对于对你来说 现在是中国政府讲 中国政府讲跟孔子学院 应该差不多啊 这个每个月的补贴 对对 现在博士生的话 生活费一个月是三千五 三千五 这个和中国学生的博士生有区别吗 比他们高一点 他们多少钱 OK 因为他们中国学生可能也会有一些做 可能不同项目的他们拿的工资不一样 因为他们要帮导师做项目会有一些工资 或者是其他的方面 好 那我觉得孔子学院对于你来说 是一个改变你人生的一个奖学金 那么 他对于中国那么多的其他的外国学生来说 给予他们一个什么样的转变 或者是给他们带来一些什么 我也不知道 孔子学院奖学军可以给中国的这个国民 就是我们中国老百姓带来什么 但是至少我们从这位参访嘉宾 从我们的刘树同学身上 我们知道了他的故事 他对于公资讲学金给他带来的一些转变 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就差不多到这里了 我很希望我们刘同学在中国能够很好的生活 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 能够继续的教育好别人的汉语 这是你的人生理想 你最后还有什么跟大家说的吗 没有 谢谢老师 我很紧张 不好意思 不要叫我老师了 我已经不在 我现在是主持人了 不是老师 好吗 谢谢我们刘同学 希望你今天采访非常好 非常放心 好 谢谢各位观众 祝大家周末愉快 再见 谢谢再见 MING PAODIU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